中国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 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 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形式风格上 中国建筑始终保持着一贯的独有和完整性 中国古代的建筑很早就采用的韵律、和谐、对比、对称、轴线设计等方法 使中国古代建筑呈现出极佳的美的视觉体验 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之美、和谐之美、对称之美、天人合一之美 不仅使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中华民族对美的深刻认识也在建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古代建筑种类繁多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不同类型的建筑为满足人们各种不同的需求而产生 并不断地发展完善 依据不同类型的建筑所具有的不同性质 可将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这些著名历史建筑物很多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具有极大保护价值 能够反映历史风貌或地方特色 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 同时也以历史久远 内涵丰富 底蕴深厚著称 成为世界的建筑瑰宝 木构架结构体系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结构上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木结构建筑不但整体结构特色明显 在细节等各方面也有着其独到之处 木结构中的隼帽结构也是其显著特点之一 不用钉子就能完好契合且十分牢固 同时有减震效果 此外古建筑特有的屋顶弧面 立柱 梁房 斗拱等结构也是木结构所特有的 在大型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和屋深的过渡部分 还有一种中国古代建筑所特有的重要构建 称为斗拱 它是由斗形木块和弓形的横木组成 纵横交错 逐层向外挑出 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坐 这种构建既有支撑核载量价的作用 又有装饰作用 建筑不仅仅是技术科学 而且是一种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受到中国绘画 雕刻 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的特点 在建筑物的局部和构建上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 中国古代建筑对于装修装饰特为讲究 凡一切建筑部位或构建都要美化 所选用的形象、色彩 因部位与构建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 装饰与建筑有机结合 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古代的匠师很早就发现了 利用屋顶以取得艺术效果的可能性 诗经里就有作妙意义之具 说明三千年前的诗人 就已经在诗歌中歌颂 舒展如意的屋顶 中国古代匠师充分运用木结构的特点 创造出了屋顶曲折和屋面起窍、出窍 形成如鸟翼伸展的眼角和屋顶各部分 柔和优美的曲线 同时,屋极的极端都加上适当的雕饰 眼口的瓦也加以装饰性的处理 宋代以后又大量采用琉璃瓦 为屋顶加上颜色和光泽 更加增强了屋顶的艺术形象特点 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建筑重要的标志特征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用色大胆、强烈 绚丽的色彩是建筑等级和内容的表现手段 屋顶的色彩最重要 黄色,尤其是明黄 琉璃瓦屋顶最尊贵 是帝王和帝王特准的建筑所专用 宫殿内的建筑一般都是红墙、黄瓦 显得金碧辉黄 以显示皇权的威严 皇宫的豪华富贵 宫殿以下 坛庙、王府、寺冠、暗等级用黄绿混合、绿色、绿灰混合 民居等级最低只能用灰色陶瓦 主要建筑的垫身、墙身都用红色 次要建筑的木结构可用绿色 民居、园林 杂用红、绿、棕、黑等色 彩绘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建筑物不可缺少的一项装饰艺术 梁房、斗拱 多以彩画、色调以青绿为主 兼以金、红、黑等色 以用金、用龙的多少、有无来区分等级 清、官式建筑以金龙和喜为最永贵 雄、黄、玉最低 民居一般不画彩画 或只在梁房交界处画骨头 色彩和彩画还反映了民族的审美观 首先是多样寓于统一 其次是对比寓于和谐 因为基调是统一的 所以总的效果是和谐的 虽然许多互补色、对比色 同处一座建筑中 对比相当强烈 但它们只使和谐的基调更加丰富悦目 而不会干扰或取代基调 总之,农装淡抹,关键在相依 只要相依,任何建筑的色彩都可以是美的 雕刻 雕刻 雕饰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墙壁上的砖雕 台基石栏杆上的石雕 金银铜铁等建筑事物 雕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 有动植物花文 中文字幕志愿 中国古人 中文字幕志愿 感谢观看